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誉为萝卜新贵的凤梨萝卜 在它的种植大棚却变了样 你看这个萝卜 发展特色养殖 特色种植 到底应该注意哪些 面对两位求助农户遇到的难题 乡土专家又会有什么巧招妙计 预知详情 敬请收看 巧养这姑 监管萝卜 帮扶规则介绍 在每期节目中 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近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 近年来 不少农户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力 发展起了特色农业 但是 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 就盲目地发展特种特样 恐怕会事与愿味 本期节目的两位求助户 就是在发展特色农业的过程中 遇到了难题 这姑 学名时机 又叫嘎嘎机 能飞扇跑 上体棕荷色 胸部灰色 嘴和脚为珊瑚红色 既能观赏又可食用 这姑肉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因此近年来不少人养起了这姑 求助农户张礼涛 山东省何泽市 善县张寨村人 求助问题 这姑孵化率低 产的量少 有个掉出来的 没事 没事 没事吧 没事吧 这有个卡着的 一千多个蛋现在孵化出来之后 你看 这就摆出来个 我能碰到吗 没事 没事 那这些蛋怎么办 如果它孵化不出来的话 孵化不出来的已经不能用了 浪费 对对对 丢掉 对 像现在这个孵化率 大概是多少 就是这一批孵化率 也就是百分之一十几 百分之十几 对对对 正常的话应该多长 正常的话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你看我这个 刷出来的质量还不太好 它有的 这直接就死了 摔死了 下来之后 你看 这成活率还不高 对 这就可惜了 都凉了 对呀 对呀 你这只能扔掉了这种 没有办法 你看它一边往外剪 一边往外扔啊 看了心疼啊都 持续了多久了这种情况 这个我这是养的第三批了 第三批 对 前两批也是合的一样 张立涛兄妹三人 他排行老末 由于家境贫困 大学毕业后便一直在外打工 后来看到父母年龄越来越大 张立涛便在一年半前回到了家乡 决定在家创业 父母的态度怎么样 应该是挺高兴的吧 应该儿子在身边了 这个不是多高兴 他觉得就是说年轻的在家 你就想去让别人看笑话 你不不正业那种 你这个年轻的 哪怕出去打工 一个月能挣个三十千块钱 也不要在家待着 就能往外走就往外走 对对对 所以说当时那时候 也是说我没有提前告诉父母 张立涛背着父母 经过一番考察后 发现浙姑抗病力强 养殖起来投资小 风险也小 非常适合自己的创业之路 后来我去考察 这个养浙姑这个事的时候 父母还不知道 等我考察完了 回来之后 父母已经把我 就是说准备走的东西 都已经算是好了 就那时候以为 你还要往外走 对对对 还要出去 然后完了我就给父母说 我准备在家 养浙姑 反正最后吧 父母也是扭不过我 扭不过儿子的老两口 也只能同意 张立涛也是当机立断 把自家的厕房 经过一番改造后 便购买了 两千只浙姑苗和龙具 开始正式养殖浙姑 浙姑苗洗暖怕寒 一到十日零的小浙姑 一般要求温度在 37到39摄氏度之间 浙姑一般采用 玉米 豆粕 麦肤 搭配多种微量元素 进行试味 经过近三个月的养殖 即可作为商品浙姑出售 养了两皮之后 感觉还可以 我挣了一点钱 然后我就想着 你挣的钱太少了感觉 我就想着扩大一下 为了扩大规模 张立涛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租了一处厂房 以每只50元的价格 购买了两千只种浙姑 并购买了一台孵化设备 准备自敷自养 一只苗就得四五万钱 你要是自己孵化的话 算下来的话 也就一块来钱吧 能省很大一部分 然而 巨大的资金投入进去 这孤苗的孵化率 却始终上不来 这让刚刚步入养殖行业的张立涛 有些不知所措 现在投入了将近十万块钱了 而且今年还 我还租了一个草棚 我就一直闲着 一直到现在 你看这几个月都是 现在每个月 我光是说这个场地费用 然后这些饲料钱 加起来一个月 净投入得五六千块钱 所以说我在考虑 我现在这个养殖 要不要再办下去 针对张立涛养殖浙姑 存在的问题 栏目组通过专家库检索 就近找到了一位 浙姑养殖方面的专家 丁华东 乡土专家丁华东 四十一岁 山东省何泽市善县 田庙村人 养殖浙姑十一年 现存兰浙姑两万只 先看您不懂浙姑吧 一块就做 行行行 好 这个里边几个羹吗 两个羹六 这个里边有四个羹 那边有四个羹 我变别羹 没变别对对 一天能下多少蛋 一天已经抢了一百来个吧 一百来个 太早了 丁老师你看这有什么问题 大概 哎呀 它这个问题大了 本身第一个问题是 浙姑 这个浙姑 这个浙姑下蛋量低 原因在哪里 因为它配比不合理 我看了一下 仔细看了一下 它里边的公布配比不合理 因为它这个笼具 现在已经可以 成一种淘汰的笼具了 配比不合理 它这里边空间又小 单个的笼具的空间又小 所以说受精力它也低 再一个它那个 总浙姑呢 是你淘汰的那种 不会吧 我这个刚养了半年啊 你刚养了半年 但是人家卖给你的 人家在家已经养了两年多了 是不是人家这个 已经不下蛋了 现在你买回来以后 你就重新要到下蛋了 是不是当时没看好 我当时真没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这是我那个浮华器 我现在就是浮华率比较低 你帮我看一下 看了一下 这是昨天出的是吧 对对对 爸 没关上吧 每一次开门 这个场面面太大 所以说这个温度就不好掌控 再一个就是 这里边一个架子这个 这都是死的 不能动 对 出鸟的时候 这鸟都啪啪的都落在 你最底层这个了 出来也容易把这个鸟 摔死了 当时这个买这个浮华器的时候啊 也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 因为毕竟刚开始 算是刚开始创业吧 其实买这个浮华器的时候 也是这个看这个价格挺便宜的 别的方面呢 没有做过多的考虑 它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 针对它这种初级的养殖户 出现的问题 在全国来说还是非常的普遍 因为他们没有掌握 这股的养殖关键性技术 所以说他们感觉到 是很难养 但是这个浙姑的发展前景呢 还是非常好 针对立涛的这种情况呢 我想让他先认识浙姑 了解浙姑 掌握住关键性技术 立涛 那个针对你这个养殖 这个浙姑这个情况 我看了一下 我制定了一套方案 这一套方案呢 有三招 三招 第一 第一招 你要到我那个养殖场 你要学习上两天 然后第二招 我要让你这个养殖场 整体有一个改观 那第三招 那第三招呢 咱先把这个前两招 先跟他做一下 完成一下 第三招的话 暂时保密一下 这第三招还保密一下 咱们先把前两招做完 然后接下来呢 李涛你这边 也把自己的事情安排一下 毕竟那边有这屋呢 好 行 那就这样说吧 从人观来看 它们头大脖子粗 像这种就是弓的 这个呢 第二种辨别的方法呢 就是腿 这个腿 你看这个 对对对 这些疙瘩 它这有一个 有一个脚 有一个疙瘩 咱们再说一个疙瘩 像这种呢 就是确准的是弓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疙瘩比较大 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 所以说像这种就是弓的 我那时候有分辨的时候 看了也是不太明显 就感觉有个疙瘩就是弓的 但是呢 它最准确的一个分辨方法呢 是要翻缸 翻缸 就是要 看屁股 看屁股 你看看 这个中间那个 有一个凸起的一个生殖器 中间那个位置 也是有一个小疙瘩 对对 然后母的就没有 小贴士 两头腿上有明显凸起的疙瘩 为公蜇固 没有的为母蜇固 有凸起的生殖器的 为公蜇固 反之为母蜇固 这是母的 对 往里边抓 丁老师 你这个笼子和我那个不一样 跟你那个不一样 长短的话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然后你那个笼子是中间有一个割断 对 现在我们这个笼子是中间 把这个跟它打通了 那你现在你这么空间那么大了 你怎么跟它配比 配比的话 跟以前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 以前是两个公六个母 对对 在一个小的空间里边 对 现在咱们是数量不变 就把它配成四个公 十二个母 同时在一个空间里边 相当于和这个 就和到一块了 公蜇固生性好斗 一个笼子里公蜇固多了 会打架 少了 母蜇固的受精率又会降低 丁华东经过多次反复试验 公母的配比 已由刚开始确定的 一龙两公六母 改进到现在的 一龙四公十二母 你瞎干 我给你说的这个配比方案 先往笼子里边放吧 挑好以后回来我再看看 行 好 行 订完了是吧 丁老师 订完了 好 你看看 好看 好 这个订得还不错 来 你看看咱们这个 残蛋的这锅 你这个 看的这个下蛋那个多呀 这个 别玩得多多了 现在是高红期 你看看这个蛋 一天残蛋的大概也挺好 比如说在一个龙子里边 十六只 十六只的话 一天的话 基本上能减到个 六个的七个 七个的蛋 这个产生率高多了 对 刚开始产的这个蛇骨蛋 不要孵化 多长时间呢 前二十天 因为公的比母的 晚成熟是半个月 所以说这个 前二十天的这个蛇骨蛋呢 下的 个头比较小 甚至还有软皮蛋 就是说初产蛋 这个初产蛋呢 不能孵化 只能作为商品蛋来进行吃 前二十天下的蛋 就不能孵化就是 对 不能孵化 带你看一下这边孵化的 终于看到心中小 看了东西了 这个是咱们用的这个孵化器 比我那个大多了 这个是孵两万多个 孵两万多个 但是关键和你那个区别 在哪里 主要是在 自动翻蛋上 这样的话就使这个受热更均匀 因为在二十一天里边 它都是需要一个均衡的这个 三十七度八的这个温度 我给你打开看一下 你看它是匀速的 慢慢的这样翻 哦 浮华到第七天的时候 要照一下蛋 照蛋 照一下这个蛋 这个时候就能分辨出来 哪个是受精蛋 哪个不是受精蛋 这是照蛋就是为了筛选一下 对筛选 这个时候就是 你照出来这个头照蛋 这个是还可以吃的 要不然的话 你在这里边孵化 二十三天 孵不来这个蛋也就坏掉了 臭掉了 你照一下看看 行行行 好 你看这个 这个是 上面是气湿 底下是血湿 网状的血湿 你看我拿起来你看一下 你看像这种 这种就是有精蛋 浮到第七天 基本上就能看出来这个血湿了 咱们照一下这样快 你看这个也挺好 这个也好 你看这个 看到了吗 透亮 你看 一点血湿都没有里边 没东西 像这种蛋呢 就是说 你刚开始是什么样子 你放进去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种就是无精蛋 这种蛋就要剪出来了 你看这个 没问题 你看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一样 对 再照一下 看看这个 能看出来吗 好 这个就不行 就是 照得挺好 放里边 你看看门 丁老师 这和我那一样 也是23天就出苗了呢 对 出苗的天数都是一样的 走 明天这台鸡子 就出苗了 明天再来看看吧 好 好 这孤出壳是一个有趣又漫长的过程 从这孤苗着壳开始 体质健壮的一般5到12小时 便可破壳而出 而体质较弱的则需要12小时以上 一般24小时后 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们便可以来回奔跑了 这一夸的出这么多 这腐化率得打多少这个 看这个情况吧 这个腐化率能打到个百分八十七左右 那你这个腐化率高啊 一会把它里边都全部都装完就可以发走了 你这个培训器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到这一步的话 什么腐化的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能够解决了 好 来 放进去吧 放里边 啊 对 丁华东不仅这孤养得好 在销售上也是特立独行 花样频出 从单一养殖到游览观光 从实体店销售到网上推广 它的这孤产品也逐步向身家工升级 销路拓展到了全国各地 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丁华东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也是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挫折后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2008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丁华东参加特色养殖大会 第一次了解到了这孤 有的这么好 这个这孤它在全国来的时候 还没有开始来 没有人做 没有人来做市场 所以说它才有更大的一个潜力在里面 2009年 丁华东就引进了2000只这孤 开始养殖 但是事情并没有它想象的那么简单 刚开始养殖 它的这孤就开始不断死亡 我那个时候养的时候 那一天 那死的那一代的一代的往往生 那死亡解决不了 微怒解决不了 认准了这孤养殖的丁华东 没有放弃 没地方学技术 就自己琢磨 吃住在养殖基地 一边观察这孤苗的反应 一边逐渐提升温度 终于解决了温度的问题 完全是靠自己来进去摸索 用死亡的代价来进去摸索出来 这些经验 所以说经过两三年的努力 总算从养殖这个方法上 把问题给解决了 我从你这个养殖上 我找到了我 我倒是养殖这个养殖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倒是和你都是一样的 没人在帮我这个事 所以说 你有多大的困难 我一定要把你这个事帮我这个 要你能赚钱 是的 老师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 在你帮助下 我现在难关肯定度过去 而且我往后 我肯定能把这个做好 我看到他这种情况 就想起我当初养殖泽菇 我当初养殖泽菇 遇到的问题比他还多 但是我不能再叫他去走我 那个养殖的弯路 我要让他在尽快的时间内 掌握这个养殖技术 来把泽菇来养好 上边 下一代 好 保险吧 先放一边个 慢点 注意收 好 下一步就是把你这个笼具 要改造 对 你说换新笼的 你这个成本就高 改造简单 因为你这个笼子的大小 跟我那个是差不多 只是它这个每个单间的 那个空间太小 就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 这个中间这个秤 要给它去掉 那就要看 有什么评似的 你这个笼子的 基本上都改造完毕了 改造完毕了 丁华东一直保留的第三招 便是解决张立涛产单率低 最根本的一步 我一市场价来给你收购 我重新给你换上一批 新的刚开产的总装股 就是说你看看你这个 能不能可行 你给我换一批新的 对 现在就是说你这个不是2000只吗 对对对 市场价的话你只换个1000多只 我给你换上1500只 这1500只 就可以来进行供你 自烦自福自养的了 同意同意同意 行好 那就是按照一个方法来做了 行行 好吧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得到这么一个消息就是这壳可以养殖 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心挺激动的 也不想就是之前的这个努力全都白费 等忙完这几天呢 我想回去继续把这个这壳养起来 感谢您 感谢丁老师 非常感谢 他发展特色农业 种植萝卜新贵 却问题品出 你看这个萝卜 我叫这个口感不像想象中那么甜的 乡土专家好敬奇种植凤梨萝卜到底有何高照 这颜值挺不错 确实挺甜的 口感特别好 在发展特色种植的路上 他们各自又有哪些故事 不要走开 精彩稍后继续 在天津 种萝卜对于当地农户来说 已然清车熟路 今天的求助农户张大哥 也有着十多年的萝卜种植经验 但是今年他的萝卜却出现了问题 求助农户张学春 47岁 天津市靖海区独流震人 求助问题 凤梨萝卜畸形 口感不佳 凤梨萝卜是近年来引进的新品种 它外皮为红色 内部成紫红色 酷似火龙果 也叫紫美人 凤梨萝卜不仅外表鲜艳可人 吃起来也是水分充足 口感爽脆 并且富含维C 花青素和黄铜 营养丰富 目前市场价格也比较可观 因此受到很多种植户的青睐 这萝卜到底是怎么回事 萝卜 你看这个萝卜 这个萝卜有点锥形 锥形 对 扔凤梨萝卜我看到的别人家的有的时候 就是上下一边粗 上下一边粗那种 对 这个有点锥形 其他都什么样 其他的 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 有点异形 这畸形有点 对 有点异形 畸形 像这些的话就没办法卖了什么 对 这个价钱卖不上去 卖不上去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这个凤梨萝卜一般是多少钱 现在大概采摘15到20左右 一斤 对 一斤 那像这种呢 这斤就不值钱了 您当时是怎么想到种这个凤梨萝卜的 去年在别人家参观的时候 发现这个凤梨萝卜 当时看到人们对这个凤梨萝卜的需求还挺大 我想为什么别人能种我不能种 今年把这个凤梨萝卜引进到咱这 种了20亩地左右 直到长到一个半月的时候 发现有畸形 有追形 哦 这里是采摘的吧 对 我叫这个口感 不像想象中那么甜的 以前你有没有吃过这个凤梨萝卜呀 没有 这是第一次 这感觉怎么样 这口感啥的 挺好 挺好 就是后口有一点辣 小时候有一点辣 从张大哥的大棚里了解到了凤梨萝卜 萝卜畸形的问题之后呢 又有一波游客呢反映 这个萝卜不好吃 有点辣口 当时我就觉得哈 它其实不仅仅是这个萝卜畸形的问题了 它还存在口感的问题 这个萝卜因为经过我们检测呀 它里边有几大元素 这几大元素呢最突出的就是VC 它的VC的含量呢是比较高 香土专家 郝庆琪 51岁 天津市西青区新口镇人 种植凤梨萝卜200亩 邦小哥把郝老师请来 给求助农户张学春现场支招 我先看看情况啊 先让郝老师看一看 大家了解了解 这个萝卜呀 这有棒 还有您看这啊 郝老师您看这 还有畸形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像这种情况啊 你看咱这个土壤 你看这个土壤 这个呢就是它 咱那个在种植过程中啊 有机质 就是咱的有机肥啊 用的太少 它造成这个土壤啊 板结 另外呢 再加上咱这个大水泡罐 这一下浇上以后 整个的把这个土都压实了 但是萝卜在里长呢 它不舒服 它就长不了 这个特别颜值好的萝卜 它也不光滑了 就是这个等于说 种植技术 还有这个千期的有机肥 适用的过少造成的 我原先呢 种那个萝卜 就是那个水果萝卜 也种了很多年 这经验也很丰富 种这个水果萝卜呀 本身这个水果萝卜的 这个特性啊 跟它不一样 在天津当地 农户种植的多维水果萝卜 也就是当地人常说的青萝卜 按照生长细性来讲 青萝卜五分之一在土壤内 不用伸扎 外观自然美观漂亮 而凤梨萝卜三分之二在土壤内 所以土壤板结便是影响凤梨萝卜 外观的主要元凶 它的这个技术呢 应该是起笼 等说咱起一个高笼 把萝卜种在笼上这 咱再结合呢 这个滴罐技术 这个滴罐呢 它浇水呢 它是一滴一滴的这样滴 所以说呢 它这个土壤不会板结 特别蓬松 这种出的萝卜呢 它的颜值就特别好 起笼种植凤梨萝卜 一般要求笼高为30厘米左右 这样空气在笼间 可以形成微对流 使笼内温度 更接近于彭氏的温度 冷热交替明显 更利于凤梨萝卜后期 糖分的转化 张雪春平起种萝卜 有机肥适用过少 再加上大水慢灌 造成了土壤的严重板结 而郝老师提出的增湿有机肥 结合滴罐的方法 使水分缓慢均匀地 渗入土壤的同时 避免了土壤板结 使萝卜外观漂亮 口感更好 另外呢 你这个刚才我发现呢 咱这个萝卜 现在就是凸长 这个凸长啊 就是咱前期 等于说彭氏的温度过高 彭氏温度高了以后呢 造成这个萝卜蝇的土壤 也影响这个萝卜的口感 也影响了 咱可以尝一尝 您可以尝一尝 这个应该是 这种情况啊 应该是有点辣口 有点辣 确实有点辣这个 这个也是咱温度高造成的 因为咱那个彭氏呢 温度过高 液里头呢 它整个的这个 彭氏的温度降不下去 这样造成呢 它这个糖分呢 无法转化 现在就造成这种情况 问题现在是 咱萝卜已经长到 这种程度了 你现在改变它的颜值 是改变不了了 您看这有什么 补救的方法吗 现在啊 像你这个情况啊 它的这个外观呢 它已经长成这样了 咱已经就没办法了 咱只能说呢 咱通过这个技术手段 把它的这个甜度 咱给它提升去 首先呢 现在呢 你这个彭氏啊 你的温度太高 先把温度降下来 你在这个 这个降温过程中呢 给它延长一点 这个时间差 正常情况下 这两周 降温 加这个 喷湿这个肥料调节 两周之内 它的口感会有改善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甜度呢 能伤到个两度到一度半 这个萝卜 也就是这个情况了 那个 明年呢 要想那个 继续种呢 完事就得多食有机肥 采取我们那个方法 疏控声波 低罐 完事齐拢 这又是一笔不巧的开枝 今天呢 也太晚了 不行 明天 到我那去看看 行 那去老师那看看 行 行 好 看到张大哥 对郝老师提出的建议 似乎有些顾虑 送走郝老师 帮小哥和张大哥 谈起了心 刚开始搞农业的时候 家里人都不支持 我爱人 一说搞农业 第一个不支持 家人的不支持 并未让张学春放弃 凭借着对农业执着的信念 和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 几年时间 张学春就把自己的家庭农场 搞得有模有样 这时家人的态度 也从刚开始的不支持 逐渐有了转变 然而 刚刚步入正轨的家庭农场 却在2016年 遭遇了灾难性的打击 一场大风 一场大雨 一夜之间都倒了 都倒了 当时16年那场大风 大概有九到十几 雨加雪 大概就二十分钟左右 整个地里全都塌了 真的 那个心情太难受了 真的 那种感觉 说实话 你们体会不到 这是劳动人民的 一滴血一滴汉赠了 一夜之间 一百五十多个大棚被一场大雪掩埋 面对农业这条路 他不是没有犹豫过 也许就是想种出更好更放心的果 这个简单的信念 让他一直没有放弃 销售蔬菜 咱的瓜瓜里好 我现在都不丑凶 就是这个凤梨罗沛 这也是发现的一个新品种 咱也想把它引进来 充实咱自己 也没想到 这个凤梨罗沛 也栽了一个小跟头 实在不行 明天就不送了 你看像这一次 还有郝老师这边 就希望能帮您把这些网络 解决一下 是吧 第二天 张大哥跟随邦小哥 如约来到了郝老师的农场取经 就是一进来感觉很整齐 这个叶子没有特别高 也没有特别低的 就很均匀给人感觉 对 它这个才是新技术 它等于说是 竖控 声波 奇隆 递冠 这儿呢 等于说这萝卜 长出来以后 它猪行锯都是一样的 这儿有利于这个采光 和这个水肥 那个吸收 我拔一个 来看 你看这萝卜 这个颜值挺不错 对 那标准不标准呢 标准 对 这个萝卜 它最标准的这个个头 就是一斤到一斤半之间 这个 它等于说是这个 销瘦啊 口感呢 都是最佳的 差不多 您看 张大为您那块长得是吧 有点大 对 人家这形状啊 给人看起来就不错 是 您看看 您看 这表皮我摸着很光滑 是 这表皮挺光滑 细腻 那我去两个 咱尝尝口感 行 哎呦 它这个颜色显得更通透 来 帮小缝也尝尝 谢谢 好 这是挺甜的 口感特别好 哦 你看我这还随随携带着仪器 咱再测它的甜度 你看现在是8度 哦 8度很甜的 对 这个季节呢 它还不是它口感最佳的时候 这个要到1月初啊 这个糖度能升到10度左右 所以说就是非常甜 看了它那儿的萝卜 这凤梨萝卜 特别光滑 这表皮 然后口感呢 确实尝着 特别甜 实际测了一下 达到了8度 一看呢 确实是有差距 确实得好好学习 您这凤梨萝卜 种得那么好 您是怎么种的呢 你看看这个土 你看看这个土 特别松 对 它松的原因呢 就是咱前期啊 这个 施用了大量的有机肥 它甜呢 咱也用了那个豆泥 这个 像这个 这个一亩地 光有机肥 就得上到3到5吨 那么高 对 豆泥呢 这个 1000斤左右 这样呢 等于说 再加上咱的这个 奇笼 低罐 所以说 咱这个土壤 就特别疏松 郝老师种植 凤梨萝卜 采取奇笼的方式 并在笼上铺设 滴灌带 采用水肥一体化 水肥通过滴灌带 一滴滴 滴入土壤 不但节水省肥 保证 凤梨萝卜的水分需求 又能保证 土质疏松 凤梨萝卜 才能长得 饱满光滑 大概这个新技术 这一亩地里 投资多少钱呢 这个新技术呢 首先有这么几个材料 就是这个 滴灌带 滴灌带没多少钱 这一亩地 500块钱左右 再有就是有机肥 五吨有机肥 现在的有机肥 国家有补贴嘛 200多块钱一吨 这就1000块钱 再加上就是豆泥 1000斤豆泥呢 2000块钱左右 那合着这一个棚 得3000多块钱 对 得投入3000多 又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我那会儿 20个萝卜棚 又得搭几万块钱呢 您别想 前面是搭几万呢 您猜是我这个 一个棚子 这也多少 您这大概 这一个棚 有多少亩地 我这一个棚 一亩 将借一亩半 您这有多少钱的收益 这个棚 前年的 这一个棚的收益 是八万多 这个可是 可是不少 对啊 因为 咱采用了 这个新技术 它是前期 投入高一点 比普通的种植 但是它收益高 咱得算这个账 您刚才说那3000多 包含人工啊 什么这些费用 这都包括了 就全部 它省人工啊 它这个 我这个一个棚 一个人 四十五分钟 就拨一个 它这都包括了 这个别灰心 老弟 确实啊 这个农业 投资大呀 见效的慢 这个 有一项 如果这个投进去 不行 这个农业回本率 太低了 这个老弟 你看我现在 这萝卜 种得这么好 我前面 也走了很多半路 第一年 我这种这萝卜 你比我还好点了 你还能卖点钱了 我这第一年 全军覆没 赔个一塌糊涂 第二年也是 萝卜也是到这时候 基本来说 马上就到了成熟期了 我来了几个朋友 我这还炫耀 尝尝我这凤梨萝卜 但是一贴这萝卜 好家伙 里边已经有那小康星了 那等说脑袋瓜子崩了一下 这一下 那几百万就没有了 从特别好 到出问题 短短三天 那个萝卜瓶子有这么高 半米多高 哎呦 我这脑袋瓜就大 我这怎么弄呢 因为你问这个 有经验的老农 这什么 它没用啊 它这是国外的新品种 咱本身就是吃螃蟹那个人 你问谁去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 可以借鉴 郝幸奇便多次求教农科院的专家 并请专家来现场查看 最终找到了问题的原因 土是挺疏松 但是缺水了 因为你那个温度高了以后 它的土壤的这个温度 它会把那个水分往上蒸发 它说缺水了 我说李老师还能救过来吗 他说你这个是生长中期 它后边还有发展的空间呢 还能救 我说怎么救啊 千降温 按照专家的建议 郝幸奇及时调整温度和飞水管理 最终将它十几个大棚的萝卜 挽救了过来 你就按照我那天 告诉你的那个拜法 先把今年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明年用哥哥的新拜法 哥哥会一帮到底 一定让你把这个风利萝卜种好 太谢谢 为了让张大哥下定决心 第二天 郝老师和邦小哥 再次来到了张大哥的大棚 现场解决问题 老赵 你看几点了 现在猫十点了 你现在还没聊 应该正常的八点左右 就得撩起来 抓紧吧 抓紧快点撩起来吧 好嘞 这能撩一点晚了 对 跟天气也觉得有问题 他撩太晚了以后 这个温度降不下来 让他看看温度 你看现在是七度 七度 对 这个早晨 这个七度 它又偏高了 正常的情况下 当早晨起来 烹使的温度 在两度或者三度 中午呢 温度要保持在十度 或者在十五度 高的时候 最好是保持在十度 高度别高 十五度 对 别高于十五度 在这个温差 那夜里头呢 咱这个温差呢 降到两度左右 这样呢 等于说 它这个温差 拉得越长 这个萝卜呢 它这个糖的沉积啊 时间就越长 这样呢 它的口感会好 甜度会高 小贴士 凤利萝卜 种植中后期 大方温度 应控制在 早晨 二到三摄氏度 中午 十到十五摄氏度 晚上 零到二摄氏度 这个 我给你们说一下啊 这个萝卜 前期啊 因为那个温度过高 咱这个口感呢 不好 甜度低 因为它个体 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就不能再葱丝了 那么呢 咱就喷丝 这个 配置点 磷酸二氢钾 磷酸二氢钾 是一种高效的 磷甲二元复合肥 可促进作物 对氮磷的吸收 增强作物光合作用 具有显著的增产增收 提高作物抗逆能力 改善果实品质 和调节作物生长的作用 在农业生产中 应用广泛 这个呢 它是五百克的 基本上咱这一亩地啊 咱就用五百克 这个分两桶水 你稀释的时候呢 就是一桶水用半袋 就可以了 郝老师建议在萝卜生长后期 使用0.05%的磷酸二氢钾水溶液 均匀喷湿在植株叶面上 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萝卜甜度 提升口感 正常的形容下 要是把这个温度 和这个 后期的这个 液面喷湿 给它掌握好以后 这个甜度呢 一般的形容下 能达到 8度或者9度 通过郝老师的帮扶 半个月后 张学春的凤梨萝卜 获得楼克的一致好品 张学春的农场 现在发展的如何呢 他给邦小哥发来了一段 手机拍摄的视频 非常感谢郝老师 和邦小哥 去年把我凤梨萝卜的 畸形和口感问题解决了 去年采摘的还确实不错 今年啊 90月份啊 我加大种植的母素 必须得相信科学种植 到时候还欢迎您 光临我们农场 不管是特色养殖 还是特色种植 都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撑 和一批勇于创新 善于钻研的顶路人 在他们的帮扶和带动下 我国特色农业的发展之路 才能越走越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